好我們來看一下 牡羊座在10月份的整體運勢如何 先講一下牡羊座可能在前陣子 感覺是比較累的 因為你們抽到的是月亮牌 那這張月亮牌啊 其實在工作上在感情上面 你們會有比較多的恐懼 你會覺得壓力很沉重 所以我覺得前陣子 一直到現在啊 牡羊座一直都是一個比較累的狀況 不只精神壓力大 整體上面也是一個比較累的感覺 所以你們非常非常需要休息 你們抽到的還有 拳杖石 跟寶劍寺 那這兩張牌就代表說 你們已經不堪重負了 很需要立即就可以好好的睡覺啊 不要讓自己身體有一個太累的 這樣的感覺 不要勉強自己 那現在牡羊座已經到了一個 成長比較穩定的階段了 也就是說 過去的這些歷練 它是你一個成長的養分嘛 所以現在你的狀態 它是一個力量牌 這張力量牌就代表說 你已經很成熟了 你已經很知道說 自己的目標在哪邊 我算你願意付出你的 辛苦 願意朝你的目標去努力 只是說 這段時間你應該覺得 還是很多阻礙了 生活還是比較累 因為你的狀態是一個 權杖期 那這權杖期 你可以看到說 雖然你是居高零下 去跟下面的人戰鬥 可是你會發現說 自己好像 有點累 事情還是很多 很多阻礙 很多事情要處理 那整體的狀況 是會慢慢成長 不過在10月份 會迎來一個 波雲見日的轉機 因為10月份 你抽到的是一張太陽牌 代表說 你累積起自己的自信了 你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 你會很勇於 往你的目標去前進 所以如果說 牡羊座 現在你是擔心的是 工作或是金錢 那我覺得10月份 就會有好消息 那這邊有一張 保健石 這張保健石 它代表的就是說 你可能需要去放下一些 你的煩惱 那你的煩惱 有可能是跟錢有關的 跟工作有關的 跟感情有關的 這些阻 阻擾你前進的 東西 你應該要去放下 這都是焦慮啊 這都是你的 一些想法上面的一些 恐懼 所以你要把它給放下來 放下來之後 這個目標就可以達成 這張是錢必死 代表說 你們在10月份 財運 工作 是非常亨通的 但如果說是感情的話 目前還沒有看出說 感情上面有什麼樣 特別的進展 所以 如果你們現在 感情是穩定的 那就會持續下去 那單身的朋友也沒有關係 還可以多認識 先把自己的狀態給搞好了 因為你們看起來很累啊 那在這麼累的情況下 你們要談感情 也不是那麼的合適 對吧 所以 先 能夠把事業穩定下來 先能夠賺到錢 之後我們再來談感情 我們幫牡羊肉 多抽幾張直靈卡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訊息 就是要給你們 這一張是在跟你說 你們要勇於做決定 代表說 現在 你們是遇到了一個 要選擇的關卡 所以這個做決定 對你來說 就非常的重要 還有一張 他說 不要被問題推著走 而是被夢想牽引著 放大格局來跳脫你的問題 生命的道路又寬又大 選擇想要體驗的方式 那跟這個做決定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代表說 選擇權在你的身上 你想要怎麼做 都沒關係 但是做你喜歡的事 做你想做的事